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Kenny,Layman 跟大家研究7月5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希望各位看片之前 不要太懶惰 給手指鼓勵一下Layman 鼓勵一下 可以看廣告配合 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可以片右手邊有PayPal 71 跟大家研究第十場的 二班千二米 草地 這場馬上次的四隻馬都很厲害 時間都不簡單 今天再跑一次 磅位不同了 檔位不同了 還有一些近來都爆到 離譜的大紅包 好好學習 再加上有些 曾經休息的晉王彩 上場跑場泥地 今天過草地 這場馬 一相信是很精彩的賽事 本來如果不出實力飛驅 對那隻莫浪球 就比較穩 好一點 有實力飛驅 這隻莫浪球會怎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講這場馬呢 先講這場馬 蔡悠漢有兩隻 呂健威有兩隻 蔡悠漢兩隻都是近來有表現的馬 呂健威那兩隻也是近來有表現的馬 大家可以去拆一拆局 好像有些騎士有些馬 我看見他的腳好像開始放軟了兩步 然後他又騎上來又有 上次是波建市 波建市停賽 今天找到何澤堯來騎 何澤堯有很多馬都騎過 好像英知星 好好學習 不是好好學習 那些什麼大紅包 那些都是他的座騎 今天看看他這一場 牛角仔莫浪球 運運快車道道 今天再出的 有隻寶瑩快車 好好學習 整個馬都在這裡 再跑一次的了 先和大家看看這場馬的步速 和大金庫爆冷的那場韋小寶 鄉村桂寶 駱滿嘉金 是同場的 標之智能 這些都是百姓龍的穩定馬 和這場比較一下步速 這隻莫浪球 沿途守在三位 為什麼呢 因為有隻大武士 和當家猴王 那些真的快馬在這裡 在那裡放他 守住在三位 其實都是小小的步速 牛角仔在他後一點 運快車在外面一點 道道是再後一點 第一段 是足足快了五線幾 第二段 又足足快了五線幾 足足快了一秒 末段回來 他不是慢很多 只是慢三線 那些 樂滿嘉 曾經都是高級賽事 跑過的 鄉村桂寶 那些 還有一隻奧遊戰士 奧遊戰士 當天是放在什麼位置走 我都忘記了 都是放在前面 回來都斷了 這些時間都斷了 那這一隻 莫浪球 放到這樣又怎樣 那又怎樣 那再對起 這些牛角仔千二 是準到無倫的 最合拍的 八聖龍 人者全心 日晶彩 那些都不簡單的馬 比一下這一場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呢 23秒2 快三線 莫浪球 大俠士 和當家猴王 這裡快五線 足足快了八線 末段回來 就慢了五線 剛才那三場 這場是最慢的 但他還是可以追 還可以衝 不如欣賞一下 這四隻馬 今天條件不同了 人又不同了 那又怎樣跑 可以留意那隻 保形快車 輸四個馬位 學習當日輸得很遠 優厚初出 大家看著他咬著 大俠士 一兩個馬位 今天他又是撿回一個漂亮檔 在這裏幾步 就放上來 前面大俠士 一向都是很快的 那隻幸運快車 在這裏騎 留意那隻幸運快車 和那隻杜杜 入到直路 兩隻都在撒來撒去 牛角仔很熟 咬著 那隻 那隻 莫浪球 後一個馬位 兩隻都貼爛 省了位 那隻牛角仔 後來扔出去 給莫雷拉 有一點矛波 這隻牛角仔 這隻幸運快車 幸運快車 後面的杜杜 兩隻都撒來撒去 這裏撒入去 那天牛角仔也有些瘦了 那天杜杜追著追著 兩隻馬在這裏撒 這裏撒入 又抽出 一騎多兩步 又撒入 又抽出 然後又抽出來 杜杜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幸運快車 如果你計算他今天又是撿回這個檔 可能他也是 今場來說他會蝕一些 他兜了外面 但是今天這隻 幸運快車的檔位又外移了一些 大家看看這隻 其實騎了下去之後 在這裏撒來撒去 後面那隻道道 在這裏撒來撒去 其實那隻幸運快車 他的頭也有點惡 不太想跑 但是他又再撲上來 留意一下 這個姿態 這裏撒下去沒什麼問題 撒一下頭進去 大家看看他的頸 也不想撒下去 但是他又再撲上來 傻傻打算過他 他又再撒上去 那隻牛角仔又比較熟 那隻 那隻幕朗球 沒什麼 又有的 看多一次 這幾隻馬 今天真是很近 真的不知道 綠死誰手 最後一百多米 最後一百多米 透出的馬外面的行運快車 數入到牛角仔 內蘭做幕朗球 最後五十米 到埋面的幕朗球 中間的牛角仔 接近了牛角仔 接近了牛角仔 再加了他的綁 再加上加綁 激上泥地 那次又失手 被紅運大師 今天兜回來草地 撿個外檔 保持功夫 二號牛角仔 史卓鋒 有再試襲 積極的 三號的大紅包 保持功夫 何宅堯 有碰過 何宅堯 四號的好好學習 何宅堯 各能也有碰過 何宅堯 五號的英知星 梁家俊 試襲積極的 六號的樂滿家 試草地 又是積極的 七號的晉王彩上場 跑場泥地 今天跑場泥地 保持功夫 八號的幕朗球 跑場泥地 又是積極的 九號的金谷齊明 上次出兩隻馬 沈集成 這一隻就跑得 奇怪些 潘明輝 有試過草地 積極的 十號的幸運快車 莫雷拉 有試襲 積極的 十一號的 道道 田泰安 有試襲 積極的 十二號實力 實力 保持功夫 上次騎 股幻調動 莫雷拉 輸了給自己的 熊運大師 今天莫雷拉 換了陳家熙 二號 原裝牛角仔 史卓鋒 三號 何摘堯 爆懸懶 變了賀明連 四號 好好學習 波見史停賽 找了國倫 五號 英之星 何摘堯 一向都跑得好 上場都不是差 不過追不上 今天又變了梁家俊 六號 八號 幕浪球 由波見史 大家看到 那場 步促 最後來都是輸 騎著騎著騎著 又有的 今天 配搭挺特別的 找到 何摘堯 來騎 九號 金古齊明 潘頓上次騎 同場 沈雜誠 兩隻 這隻 潘頓就變了潘明輝 他做到綁架 還要下飛 十號 幸運快車 保持功夫 十一號 道道 田泰安 十一號 莫雷拉 原裝 十二號田泰安 十三號 實力飛區 王浩南 蘇迪雄 人馬合拍的馬 牛角仔 晉王彩 金古齊明 幸運快車 和道道 預計這場馬 帶了配備 穩定的 有大紅包 好好學習 英之星 莫浪球 要撇除了 當委因素 路程因素 呂建威兩隻 蔡若翰兩隻 今天這場馬 鬥志好的馬 有很多 牛角仔 除了路程 千四 快活谷 泥地 差不多 長長都在 鬥志好的 戴紅包 也是鬥志好的 好好學習 蔣家琪買回來 也是鬥志好的 英之星 也是長長砌 莫浪球 也是長長砌 金古齊明 有雙病 也是長長砌 幸運快車 這些大馬主 很久沒贏馬 也是長長砌 好像四鋒拔達有過 激賞的路程 預計這場馬 走的馬 有實力飛驅 若然 莫浪球 也是這樣跑 也是內難 也是走 駱門家曾經撐些爆爛書 給鄉村貴寶 大金褲 也是放在前面 這隻馬 其實是有點卡士 但是這隻馬 是不穩定的 很好學習上場 泥地放回來 很厲害 剛剛紅運大師 那場 另外 這些可能會走 這場馬 就選了四隻馬 給大家參考 鬥志好的馬 有很多 這隻牛角仔 六五七 這三場 一場千四 一場快活谷千二 一場泥地千二 其他都在那裡 大紅包 除了路程因素 這隻馬 也流過血 很好學習 也是很近的 所以 鬥志好的馬防 馬匹 有很多 還有 大馬主的馬 我想 都不能說 經常拼 但是 有個變數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牛角仔 上次一檔 變二檔 加六磅 莫浪球 二檔 變三檔 加兩磅 幸運快車 四檔 移到八檔 加一磅 杜杜杜 六檔 移到十檔 沒有加減 即是 跑第三 第四 那兩隻 屁來屁去的 就當位外移左 上次 蝕的 就是幸運快車 即是兜了外面 但是 大家都看到 他的頸頭 都不想倒下去 騎下騎下 又倒下去 是有些質 不過 今天的八檔 會不會有影響 我也是選擇 三隻馬 都是選擇上一場 因為時間 1分08秒2 這幾隻馬 除了 幸運快車 跑過一場 莫浪球 連回都很近 那隻牛角仔 日後 這兩隻沒有得不要 時間印證了 跑法印證了 路程又印證了 我先把這隻2號的牛角仔 路程就有根據了 若然真的有諾滿家 好好學習 實力飛驅 莫浪球 金股齊明 他也是守回那些位 不過加了六磅 但上一場 你見到 莫雷拉 有些靠他 是有少少受阻 若然不是 而剛才有兩隻馬 撇來撇去 衝得最直的 就是牛角仔 和莫浪球 因為莫浪球 因為莫浪球有一條欄 牛角仔在中間 衝得最順暢 除了被人篩一篩 以成熟程度 可能牛角仔 是最熟的那隻 希望他繼續 交到表演 除了馬房 最好 看看頭幾場 這個馬房 什麼環境 大家都要看馬房 手影 很喜歡輪流 起碼 我先把牛角仔 至於莫浪球 這隻馬 其實 乾泰安 要拿一隻道道來騎 合不合理呢 合理的 莫浪球 何宅堯 是否選他來騎 大紅包 爆得這麼精彩 很好學習 呂建威 給他騎 都可以 精知星 何宅堯 都可以騎 這些馬 全部在他手上 都有表現 他也是選擇這隻 莫浪球 希望他 目高東來的馬 就是 講實力 他有 講騎師調動 那些情況 何宅堯選他來騎 除非他跑不進來 如果不是你看這些動態 實力又有 檔位又好 何宅堯有識騎 他又選來騎 你都沒什麼理由 要不選他 你說他臨場有八倍 就不選他 不選他 沒那麼笨 沒有那麼笨 哪有那麼大隻 隨街跳 不過很奇怪 這陣子有八倍 又落到最後 只有三倍 開跑 還有這隻莫浪球 不要說有沒有錢 正路 還是要選擇 至於這隻 行運快車 我看他的步伐 可能 其實他那些 就是 他這隻馬 是有個箱 來的 是嗎 因為我看他試襲 那時候 也有些 是否扎著腳 忘記了 都沒有 這隻馬 我期望這隻馬 雖然的檔位 外移了 但是 他抱回來的步伐 應該是比較大步 看看他又如何 還有這隻 三隻 至於再選擇一隻 我就選擇那隻 很好學習的 上場泥地 雖然他第一次在泥地爆 在田草千耳 他又輸過那場 就是 又是杜杜那場 即是莫浪球那場 就是優厚初出的那場 那場是輸得遠 其實是跑菊草起家 放在前面走 又懂得追一下 又頂得住一下 這樣 上場跑來地都可以 今天回到草地 雖然是沙田唯一落第一場 但是沙田直路 他都跑過 除了路程上沒有根據之外 我看他上次這樣放回來 這樣的時間 都是 可能都是一隻 還是有些進步的馬 跑法夠主動 這四隻 2號的牛角仔 8號的莫浪球 10號的幸運快車 加多一隻 何宅堯 吳簡尼騎 很好學習 就是這四隻 至於四連環 四重彩那些 真的看步速 前面如果扯得快 那些 一個道道 試過貨集 後面恐一聲 就衝上來 大紅包那些 又是恐一聲 又衝上來 英之星更加 也是 英之星的級數上 就好像在這群馬 就是恐衝上來 就不太夠 但是他若然扯得快 這隻都不要小看他 所以這場馬 就步速影響形勢 我就選一些 莫浪球 放在前面的位置 三四位 這樣就好跑 好跑 貼著欄 牛角仔 又跟著他 後面 上下的位置 也是好跑的 若然有步速 就更加好 至於 幸運快車 就要靠他 塞一下 至於好好學習 看看他 今天過來 長直路的千二 看看他怎麼快 怎麼放 優元出來的 第三場 牛角仔 優元出來的 又是 這些馬 優元出來 應該都是 還有些意思去攻堅 希望各位贏多些